Facebook的朋友,今天是1月3日假期後的第一天 準備和大家分享一下今期的蜘蛛三件事 Share news的朋友,你們也好,你們也是Facebook YouTube上的朋友,Facebook和YouTube的朋友,你們也好 幣價叫做落過去反過來,中規中矩,年底美股創新高 創新高也要求高,廣估就創新低,一邊高的就是煙央市 幣圈就未能夠,一如之前的Forecast去到七萬 都是六萬六、六萬五,年內最高 六萬九,六九零二零 六九零二零,OK,見過高位 沒有什麼好說,先分享三件事 年初三件事 第一件,先分享一些展望 先講一些麻煩的事 展望是麻煩的事 就是這個SEC 是,美國證監 他就說來近2022年 可能會監管NFT 監管NFT 因為他說NFT現在的玩法 是說他的所有權 即是你一件事的所有權 也可能會牽涉到那個治理權 所以呢 所有權,ownership,治理權 是不是一個使用權 不是的,因為有些好像是整個project 剛剛有東西出現的時候 治理權是否法治上的想法 不是,他說 他的原話就是這樣說 凡是如果你是一個NFT的project 他有一個road map 有一個路線圖 你會知道下一步會怎樣 或者這隻產品出了之後 會再有什麼後續的跟進 令到你這個project 會有一個價值的提升 那些呢 這些很大機會 都是落入證券的範圍 可能歸俱管 即是上次的Hovey Tax 即是你已經有一個projected 即是以前上次的ICO 也是說的 當你預期了那隻Token 告訴他將來會怎樣發展 是 即是你有了一個road map 是 那你就可能 這個就拉線它的Hovey Tax 嗯 所以其實之前 那些人就是說 這個Crypto Punk 是 出來之後 好像什麼都不理 不會怎樣去理它 反而其他有些project 關於它的猴子 那些project 好像創造出來的團隊 有很多後續的跟進 是 那現在 即是最初那些人就說 這個Crypto Punk 好像採取了 比較荒謹的態度 是 所以升值很厲害 但是沒有其他的 那些 那個percentage 升得那麼厲害 但是一到最後這樣想 就正因為 可能因為Crypto Punk 什麼都不管 純一隻NFT 可能未必會受到 這個SCC 這樣說的監管 反而其他那些 又會有很多 那個路線圖 怎樣發展 那些 很多東西 可能呢 未來這一年 就會有一些 新的措施出台 即是 如果你這樣說 好像 James邦那套戲 叫Free Fall 是 即是有得你就這樣跌 或者有得就這樣升 是 因為Crypto Punk 那個做完出來之後 那個 我只是當一個 art 我自己沒有後續 是 你們要怎樣炒 怎樣炒 原來 那個 Apps 或者Gich 你們出了一個 series 是為了下一個series 或者它 和一種產品 multitoken 的模式 又和其他商家去合作 之後下一個系列 即是你只要當它 是藝術品 產品 嗯 那你就可能不被迫入 這個securities token 這個也挺有趣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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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根告底 即是美國有一件事就是 它那些securities token 當年的ICO ICO 就是一樣 就是你如果是 Under一個叫HOWE TAS HOWE TAS 有四個 criteria 我記得 如果你被迫入這個 criteria 裡面 你就有機會是 Under 或者是被受監管的 securities token 因為 就算你NFT 都在Tokenized Digital Product 是 這樣 我看 都要後續 要看多點 它的comments 如果不是的話 你都沒有什麼 很明確的訊息 究竟如何行 但當然 炒NFT的人 就要謹慎一點 是的 OK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就是 撒爾亞多 撒爾亞多總統 又買東西 他就很厲害 搶盡風頭 接下來 明年會怎樣 當然要看看 他自己的展望 是的 那他什麼展望 他有幾件事 他說了 他覺得2022年 是很大機會會發生的 第一 他說 接下來 很有可能 會多兩個 國家 加入 撒爾亞多的行列 將Bitcoin 成為 他們的法定貨幣 之一 是的 會多兩個 是的 第二件事 他就展望 接下來 2022年 那個Bitcoin 因為隨著 那個 通脹 通脹各方面 以及 那些人的追捧 就會上到 10萬美元一隻 噢 即是自吹自擂 因為他買了 是的 然後 還有兩件事 就是 他之前說 地發電 是 出債券 現在叫做火山債券 嗯 還有另一個 就是Bitcoin City 嗯 他說這兩個 項目 在他的國家裡面 都會成功的 是 這個 驚為天人的 一個 一步 是 基本上就是這樣 分享一下他那個 那就是 當一個 持有這麼多幣的總統 或者他不算很多 不過 他壓了經濟 到比特幣 嗯 就是 那些人經常說 他倒了經濟 到比特幣 嗯 比特幣成功 他當然是 成功 是 如果比特幣真的一個 不小心打關斗 掉到1萬多 我覺得他 他都可以下一任 都不用怎麼選的 基本上 Anyway 就是 有人 有人壓住 等於壓住 美國大企業 每個人都 比特幣 比特幣 買下多些 BTC ETF 又沒有出現 嗯 這個大家都想想 他那個 未來的趨向 似乎 太壞消息 沒有 監管消息 其實是正常的 是 這樣 西亞多成功 有沒有 印第奇哪兩個國家 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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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哪兩個 給你猜 給我猜 之前也提過 烏拉圭 巴拉圭還是烏拉圭 巴拉圭 巴拉圭 兩隻龜不同 打世界盃的時候 經常搞錯 巴拉圭 烏拉圭的球好像比較好 巴拉圭還有一個 巴拉圭 巴拉圭 是的 這兩隻 他剛才說的是南美洲國家 是吧 他沒有國家 是世界國家 我相信其他的 沒有那麼快 南美國家的機會比較大 尤其是 用美元做單一單位的國家 只用美元 沒有自己的國家貨幣 是 機會最大 所以巴拉圭的 呼聲最高 OK 韋奈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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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自己的貨幣 是的 他一直推自己的石油幣 他被美國人踩到他死 是的 這件事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是提提一間 Venture Capital的公司 是美國的 他叫A162Z 很熟 是的 這件事 他的名字 是由兩個創辦人 的姓合來 一個叫做 Mark Andrewsson 另外一個叫做 Ben Hollowis Anderson Hollowis 我最近看過一個 有一個東西 是關於他們兩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說這個 A162Z 這個Venture Capital 很厲害 其實他2009年創立 現在大概是200億美金 他會到處去投的東西 投什麼項目 差不多 他差不多 投什麼 都 可以的 都可以的 所以才提醒他 那些蜜蜜蜜 未真的流行的時候 他就投過Facebook 投過Twitter 是 是 到蜜蜜蜜流行了 開始爆出來了 也有幾個成功之作 例如這個 Coinbase 他是最早投到Coinbase 有投到OpenSea 還有 Defi 全部都是 最早投到Coinbase 對 所以來到現在 2022年 真正正式式 這個蜜蜜蜜的世界 所以呢 這間社會的動態 動向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因為 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指標 以往就是他覺得哪些東西 他投下去 真是 原本就爆發了出來 現在很多人看著他 覺得他的眼光獨到 然後他真的投下去 某些項目 他可能很早期 就已經 那他不說多無謂 現在他最近在做什麼 投了什麼 最近 現在就未知道他投了什麼 所以就要密切留意 看看他還有什麼 這段時間 有幾個YouTuber 有很出名的YouTuber 搞了一隻自己的弊 叫做Kansas 在Bybit上上的 那隻 那隻 那是不是跟那些東西有關呢? 那隻是在星期三上 對 我聽說都很熱 很熱 Castor 叫做Castor 我昨天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Castor 前 另外還有一隻 又是大同小異 我不知道哪裏看到 關於這個 ALZ A16Z A16Z 我先找一找 找一找 找一找 有一段關於他 忘記了 是什麼 忘記了這麼多 現在年紀大 沒辦法 那幣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另外再提一提 上次的牛市 2017年 和2021年 總結一下 是 綜合了全世界最大的 報章新聞媒體 是 經常都會有一個標題 大家都可能經常見過 就是 比特幣已死 比特幣已死 出現了多少次 出現了多少次 在2021年的時候 總共出現了45次 死了45次 在2017年的時候 就是 2018年死過 2017年就死了124次 死不是說 2017還是2014 就是145次 124 2021就是45 死得不那麼快 死少了 並不是說 他的幣價跌 那些人出來 說他死 就是說 比特幣已經結束 已經 行程結束 不是 行程結束 直接是比特幣這件事 會結束 這個夢 整個概念會結束 會開始爆破 會變零 已經不會再成功 其實大家看到 一路都說他死 一路都死不去 還一直在破高 美菇一樣 叫他死 現在真是糟糕 但美菇叫他死 可能是一個崩盤 是一個熊絲 不會清靈 他現在這個死 已經在地球上消失了 這個概念已經玩完了 走上魚球 變成一隻狗狗 不會再有了 那樣 那個死法不同 但是你看到 那個勢頭是下跌的 但是 似乎沒有內活 到全世界都覺得他不會死 全世界都覺得他應該不會死 的時候 那個時候應該是 猴市中 猴市中 最高位 即是開始 旁邊街數 家的阿沈都說 我也有鼻仔 是 那就糟糕了 所以現在距離 當然會上上落落 但是距離真的 歷史上可能會出現 那個頂 我們暫時都是深信 我覺得 如日坊中 每個人都在那裡吹得這麼行 今時 今天這麼快死 遊戲是不好玩的 correction也不奇怪 但是 我始終覺得 有保留 對他的死亡 未允許簽罰他的死亡證 OK 要他多活一會 活下去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Facebook的朋友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裏 今天是 新迪年的第一天 預祝大家 今年 買什麼升什麼 好 避運亨通 避運亨通 請請 拜拜